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不曉得 對方安排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如果見到的話會不會跟他們談什麼 談什麼 也沒有談什麼 我也不曉得 反正就平常心就好了 市長你之前有說過雙方要比人尊重 那這一次對方說 你是中國台北市長 會問誰的話 不會啦 你不會反應嗎 不是啦 我說他們會問這種題目嗎 不會吧 他有不知道嗎 他有不知道 不要回答假設性的題目 我也不曉得 反正那個都媒體事務組在準備的 我都沒意見 市長現在心情如何 今天早上好像感覺起來很多話 沒有啦 昨天回家 突然想到我 好像只有過年的時候回家一次 昨天是第二次回家 爸爸媽媽都丟在新竹 這實在是 也沒有人在照顧 真糟糕 對啊 有想了一下 所以最感觸是今天早上特別的地方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 這奇怪 這無錫何聽無錫躲何 為什麼每天 也不是人每天都要 都要 都要 都要情緒高昂 不用吧 這奇怪 這 聽我怎麼回答 我都不曉得 來 出發前的目的還是在講一遍 那個 本來是促進交流增加善意 我想 我也希望從這一次以後 還可以建立複信 我倒覺得 複信是蠻重要的 沒有複信 雙方都提防來提防去的 很難做事 而且會變得沒有效力 你這次還會去看那個 中共一大會 其實齁 好多年前 我記得我十年前 去上海上課的時候 人家請我去上海新天地吃晚餐 那我經過 因為是晚上 門關著沒進去 所以特別有印象 所以這次跟他講說 能不能再開放的時候 讓我再去看一次 市長好像認識很多行程 媒體都沒有辦法認識 有嗎 對啊 很多行程你在網前的媒體 都沒有辦法進去 我不曉得 因為這個 不過他也沒辦法招待這麼多人吧 我不曉得 這個就不能問我 這個要問對方 因為除了隨行的議員之外 還有一些事 比如說企業界或者是民間友人 那有議員就批評說 這有點像是科潮輕貴 因為這一次齁 我們是除了市政府自己的一個論壇以外 我當時就想說齁 還是用民間交流 所以我們當時就有四個分論壇 那個都召集人自己去找的 唯一比較例外的是林匹龍 因為他大學 我同學 所以我上鋪了 我跟他還蠻好的 因為他有跟我講說 他在上海有工作嘛 就是有店 後來他說他可以 他那裡比較熟 特別是他太太好像長期在那裡工作 所以除了林匹龍那個是額外點的 其他都是 就是按照分論壇的召集人自己去找的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我沒有特別去說要誰去 沒有 就希望他們的人脈對於這次的雙城論壇 可以對你有點幫助嗎 總是在上海工作這麼多年 應該這樣講嘛 就對當地的情況比較熟悉 就這樣而已 除了林匹龍以外 其他的就是分論壇的召集人自己去選的 我都沒有意見 謝謝大家 謝謝 你有沒有什麼表示 這個講起來蠻丟臉的 因為後來我的助理買了一支口紅 叫我帶回去 他喜歡嗎 我也不曉得 這個女人喜歡不喜歡 看表情也看不太出來 老實講 你應該沒有說是庫裡買的吧 應該說是自己賺的 好 請到講不通 謝謝 像你這次去大陸有要特別帶什麼伴手禮給他嗎 不會啦 不用啦 有朋友 好啦好啦 好囉